家属神情凌重快步走入殡仪罐 其中身穿黑色外套的女子就是男童的母亲 曾经四代同堂的大家庭 如今却一口气失去两位长辈 就连八岁的儿子也还没脱离险境 双手握拳脸上更写满沉重心情 57岁的简姓妇人命丧火场 家属接获二号第一时间赶往殡仪罐 至今还是无法相信兄妹两人就此天人永格 现在简姓情况应该不是不太清楚 因为她们之间都有生病 检警调查发现85岁的曾祖母 长期以来饱受病痛折磨 加上与媳妇的关系并不融洽 近期更是频繁发生口叫 疑似就是因为这样导致情绪不稳 燃烧床垫泄分 她有埋怨说媳妇都不用给她吃 腿脚不方便 下来都要用四肢慢慢的下来 过去一家屋口由男童的母亲与外公工作养家 不过几个月前外公因病过世 如今生计重担全落在丹琴妈妈身上 他儿子好像是职业军人在南部 他女儿也是好像也是上业班 邻居透露这家人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但还不至于过不下去 只是谁也没想到曾祖母会使出激烈手段表达抗议 让左邻右舍都感到不可思议 今次有黄岐阳 吴允卿 杨仲强